今天我們有一個特別的一節 並指導請賀賀·布康納·貝魯納納納納小獅子 問和答案 今天我們安排了一個專門節目 邀請到盛座 瓦克地·貝魯納納納納納·貂馬拉吉 為我們解答問題 我們今天想要注重重構想 我们今天所专注的主题是外师拉瓦礼仪 因为我们需要关于外师拉瓦礼仪 我们所需要的事情有很多 你们当中的很多人呢可能之前没有机会来到庙里 当我们在庙里生活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很多东西 这对我们的灵性修习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会邀请马哈达尔去谈论这个题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有任何疑问 请请请马哈达尔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了马哈达尔来问我们讲解这一话题 如果你们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请向马哈达尔提出来 Hare Krishna So like you, you know, I was not born in the Vedic culture, so I'm not brought up with the Vaishnava etiquette. So it's also new to me. You know, I had to be introduced to these different things in the course of time. For example, you know, I'm a left-hander. I write with my left hand, and I tend to do things left-handed way. And I use my left hand more than I would use my right hand. So I use my right hand more than I would use my left hand. Any of you use left hand? No. My son. Your son? Yes. Sometimes there are some, I met some devotees use left hand, very rare. Even if you use your left hand, they will tell you to use your right, use the other hand. They won't encourage you to be left-handed. So that was one thing I had to adjust to coming to Krishna consciousness. Because we learned, we use the left hand to clean the body, and the right hand to eat. That wa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used to be taught very regularly. You know, regularly be telling us, you know, you don't use your left hand, Prabhu. You use your right hand to eat. And the left hand is for cleaning the body. So gradually, you know, I learned to use the right hand to eat. You know, I became a devotee. I joined when I was like 21. So it wasn't, you know, very late in my life. I could adapt to these things. So when I joined the Krishna consciousness 운동, I started to use the right hand to eat. When I joined the Krishna consciousness 운동, I started to use one hand to eat. When I joined the Krishna consciousness 운동, I was 20-years-old. I was 20-years-old. That's when my age is not small. I was 20-years-old. That's when my age is not small. What is it? A little bit. I was younger. I was younger. Actually, it's a little bit younger. So сейчас он такой學家, He'll normal too. He's young years-old. passo a little bit younger. Here he will. Sh 2001 talking mean high reference during... He's still old. I was still old. He's still old. I got hungry. My motherんと четRIGEN. He's still old. Anyway, you know, learn to use the right hand. To eat. Tear, you know, they... 所以我们用右手来吃饭,然后用手指来撕那个巧发体。 我们用右手来吃饭,然后用手指来撕那个巧发体。 我们用右手来吃饭。 我们也是用右手来使用筷子。 我在中国去到中国的时候,不知怎么的,我也学会了用右手来使用筷子。 我甚至都没有想到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不知怎么的,我后来就学会了。 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些礼节。 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些礼节。 希望我们为其他人树立榜样。 那我在俄罗斯去旅行的时候呢,就是我去了中国周边的邻近的国家。 俄罗斯的海森威。 当我去那里的时候呢,我又发现那边的奉献者也有这样的问题。 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呢,用两个手。 帕布帕德说过呢,如果你是用两个手来吃饭的话,这表明你是一个肉食者。 那说明你有这种吃肉的习惯。 所以你们可以这样去观察人们,现在在印度的话,也有很多人开始吃肉了,他们也是用两只手来吃饭。 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只是用一只手来吃饭的话,那这个人通常是素食者。 如果你们去到马埃埔的话,你们会看到在马埃埔有很大的这个餐厅,这个餐厅可以荣耀很多的人一起荣耀菩萨的。 在马埃埔呢,当地的人都知道这个庙里面有这个周日节目,在周日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来到这个庙里面来荣耀菩萨的。 他们就是会购买这个门票,然后他们会支付这个门票,然后来住在那里,然后得到服务。 但是,他们通常都会看到,他们只是用一只手。 但他们吃饭的进食的时候呢,你通常都会看到他们只是用一只手。 但他们就是不会用去,不会用左手的,这个左手只是这个六十则才会用的。 。 刀和叉子呢,是肉食者用的。 但是,素食者并不需要使用刀和叉子。 他们只是用一只手来进食,而且在他们进食的时候呢,他们的手指并不会触碰到他们的嘴。 他们只是把这个食物就在扔进嘴里面。 。 他们就是做这样的练习。 他们就是做这样的练习。 然后,他们就是头发。 然后,把食物放进去。 这种方式,他们吃得非常好,很舒服,很自然。 他们对这样的进食习惯是感到非常的舒服,很自然的。 所以这是伟达文化的标准。 所以这是伟达文化的标准。 在雷拉哈佛法的时代呢 当时的奉献者都很年轻 他们都是出生在西方国家 但是呢他们突然的就是来到了印度 有的时候呢他们会去到比如说 勾点修院然后呢他们会得到这个菩萨达的服务 所以呢他们当时在那里的时候就是用左手来接受菩萨达 实际上这种做法是很错误的 那其他人都会注意到这一点 他们就会这样抱怨说 你看看这些人他们都在用左手吃饭 但是在伟达文明当中呢 你是不会用左手来触碰马哈佛萨达的 就是当你们接受这个有树油灯的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是用左手来接受的 而是用右手 用右手来触碰然后放到头上 就是你把你的手放在这个火焰的上方 然后触碰你的头 所以我们也是这样来训练人家就这样 就是你把你的手放在这个火焰的上方 然后触碰你的头 我们也是这样来训练年轻人的 我们就是会告诉年轻人用右手来接受这个灯的祝福 如果有人给你派发菩萨达的时候呢 就是派发菩萨达的时候 你也要用右手来接受 如果你伸出了你的左手 如果你伸出的是左手的话 那你就得不到菩萨的 所以你们当中有些人已经知道这一点 自然而然的会使用右手 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人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们就要纠正这一点 要习惯用右手 就好比说你在路上开车 有的国家它是规定你在右侧 而有的国家规定是在左侧 但是呢如果是说吃饭进食的话那一定是用右手 就无论你是接受菩萨达还是派发菩萨达都是用右手 所以有的人就会问了 那我们如何才能这个习惯这一点呢 因为我们平常也习惯了用左手或者是说用两只手 这个一个方法就是你把你的左手放在你的这个右下 或者是把你的这个左手放在背后 and that way somehow you control your left hand 这样的话你就控制一下你的左手 香蕉怎么跑 皮二的不难呢 皮二的不难呢 好多不难呢 如果你练习的话你能用一只手来拨握三招 拿牙柔 你需要点练习 你练习的话就能用右手 也不是很难 看到看到有奉献者有两个手 顶拜登彼一定是不对的 通常就是我们只是用右手 要用好 通常就是我们只是用右手 要用好 所以这就是一种基本的 你有个问题吗 我们有做农业啊 农业的话水果采摘的话 农业的话水果采摘的话 因为是两只手在采摘嘛 因为这个刚才咕诺讲到要用手的话 这个是怎么样的凑乱 用我的手说呢 农业水果 我们在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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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 q 就是通过我们的种植,然后把水果给大家吃,然后也想把那个货外的这个体系带进去,如果说按照这样说法的话,工作当中是没有关系的,是吗? 对,就是很厚的。 我们大概有80亩的基地,就是要种植水果。 我们有80亩的土地,我们有种植物,我们想传选这种水果给人们,然后给他们的感受。 对,好,对,但是如果你在摘水果或者是派发水果的时候,你并没有把这个水果放在你的口中, 所以我们可以用选择。 如果在摘和摘发的时候,我们用选择和摘发的会员。 所以我们用选择的右手为吃饭,我们用选择的右手为吃饭。 所以我们用选择的右手为吃饭,我们用选择的右手为吃饭。 我们用右手来进食,也用右手来唱诵加帕 当我们为主供奉阿提的时候,我们也是用右手来供奉这个物品 我们用右手来摇铃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用两只手的 但是主要供奉的物品是用右手来完成的 所以我们会区分左手和右手 所以这是一件事 所以这是Vaishnava礼节当中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是Vaishnava礼节当中的一件事情 我们不是在一夜之间就学会所有这些事情 就是我们需要一个过程来逐渐地去学习这些 Srila Prabhupapa对于有一些规范原则并不是那么的严格 在这个世袭的婆罗们当中呢,他们有很多的规范原则要遵守 他们说你不能用你的左手来触碰你的脸 他们说你不能用你的左手来触碰你的脸 这个别人不能站在你的影子里面 就是有一些很滑稽的一些规范原则 所以Prabhupapa更关注的是要让人们受到Krishna知觉的吸引 规范原则是在后面的 规范原则是在后面的 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让人们依附亏损失 但是在后面呈佳文贵的尝词 是在后面呈佳文贵的神称呼喻 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做 to help us chant the holy name better What will help us to improve our chanting What do you do yourself before you begin chanting japa every day Do you have anything any particular thing which you do which helps you to chant better 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 就是去念诵我们的japa 在你们加法之前呢,你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帮助你们更好地念诵这个加法呢? 或者是说呢,在念诵加法之前呢,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是不应该做的? 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会妨碍我们来唱诵圣明? 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唱诵圣明 有一些事情是能够帮助我们来唱诵圣明的,而有一些事情对我们唱诵圣明没有帮助 你们大家觉得应该就是鼓励人们应该怎么做,以及不应该怎么做? 只能做加法的时候尽量不要接电话,不要做一面反攻的时候 对于加法的时候尽量不要接电话尽量做一面反攻的时候 因为在现代时代有很多令我们分心的事物,这个手机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人一个手拿着链珠袋,另一个手拿着手机。 那你的注意力是在Japa上面呢,还是在你的手机上面呢? 通常来说我们对我们的手机比对Japa的兴趣更大。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认真的来念诵你的手机, 那你就把你的手机放在旁边。 就是我们在阅读说阿帕法的书籍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注意不被分心。 因为不专注的念诵呢,是所有冒犯的开始。 不专注的念诵呢,是我们在念诵的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障碍。 所以有一些活动呢,能够帮助我们在念诵的过程当中更加的专注。 Sandini Madaji提到这个手机。 In the fifth kanto,Srimad Bhagavat time, you can read about Bharata Maharaj. Bharata Maharaj. You all know the story. Bharata Maharaj. He was a king. He gave up everything. And he went to Himalayas. Bharata Maharaj. You all know the story. Bharata Maharaj的故事吗? 原本他是一个国王, 但是他放弃了一切,去到喜马拉雅山。 Any of you been to Himalayas? 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去过喜马拉雅山? 你们去过? 你爬山? 没爬山。 你会爬山? No? There's a place in the Himalayas Gandukhi. 在 Himalayas山上面有一个地方叫 Gandukhi. 你去过那边? Yeah, I was there once. OK,Did you get shalikram? 你带了一个 shalikram shilachong那边? Yeah,My grandma is giving me one. Oh,Are you worshipping it? Yeah. OK,So,Bharata Maharaj went there many years ago. And he was alone. But while he was there, somehow he got attached to a deer. 当他在那里的时候呢,就是不知怎么的,他依附上了一头鹿. A little deer,a young deer,the mother died,and the little deer had no one to care for it. Bharata Maharaj took it and nursed it and watched it grow. 那是一头幼鹿,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所以Bharata Maharaj就照顾了这条鹿,并且抚养着他。 And he got very attached to it. And it happened that one day when he was walking in Himalayas, He fell over,and he met his dead,and at that time he was just thinking of the deer. Bharata Maharaj就变得非常的依附这条鹿. So,next life he became the deer. 所以在下一生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一头鹿. Although he was a very advanced devotee, Somehow he got attached to a deer. 他是一个非常精进的奉献者,但是不知怎么的呢,他依附上了一头鹿. And he had to take another bird as an animal. 他不得不投身为一个动物. So,sometimes the devotees will point out to us that Bharata Maharaj got attached to the deer, We get attached to things like mobile phone. 那有的人就会问这样的问题, Bharata Maharaj,他依附一头鹿,但是我们复献者也会依附手机. Or,it may be mobile phone,it may be motor car. 也许是手机,也许是汽车. No,we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to be attached to today. 在当今这个年代,我们有很多依附的对象. And these things can definitely be an obstacle to remembering Krishna. 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依恋 Krishna. It's both障碍.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So,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So,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The attachment to the material things. 不要去依附这些物质的更新 那如何将我们的心意来为唱颂JAPA做准备呢? 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手机这个问题 那当你在念诵的时候 如果你的手机响呢 那你是怎么做呢? 你是把手机接听呢? 还是把它关了? 继续念诵你的家法呢? 我们看到大家用这个手机来交谈是很常见的事情 这可能是一个令我们分心的一个事物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些时间 当你真的要专注在这个念诵上面 所以说我们要做一些安排 当然了手机呢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我们可以用手机来交流 然后为Krishna做服务 和Prabhupapa也鼓励我们跟着这个科技 我们通过这个手机 我们通过这个手机网络做了很多的传教 在这个封锁的时候呢? 我们通过这个网络做了很多网上的讲课 在中国呢?我们使用这个网络连接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有很多人呢?都住在很遥远的地方 就是我们需要用手机来保持联系 不仅仅是中国是这样的地方 不仅仅是中国是有这样的情况 在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情况 俄罗斯呢也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国家 很多人们都住在很遥远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也是用网络来与那边的奉献者保持联系 不仅仅是与奉献者保持联系 不仅仅是与奉献者保持联系 我们也用网络来将Krishna知觉介绍给其他的人 在1970年代的时候 在印度是很少见到手机的 这个孙拉帕帕来到美国呢奉献者就告诉他 我们在几天之内就可以为您拿到一个手机放到您的房间 睡了帕帕就说只是几天就可以吗 那为什么不呢 所以这个手机呢就被拿到了睡了啪啪的房间 这个就有不同的人来打来电话说 说阿米吉你现在好吗 然后几天之后睡了啪啪又把那个电话挪出房间了 这太打扰了 在洛杉矶有一次这个睡了啪啪听到这个电话铃响了 然后睡了啪啪就注意到了这个电话铃一直在响 但是没有人接听 睡了啪啪就问这个奉献者你为什么不接听这个电话 所以帕帕那个时候知道这个在庙宇里需要一部电话 他还是希望这个人们来接听这个电话 然后得到这个收到这个消息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事物呢 用来服务 Krishna 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在这些事物上面浪费太多的时间 现在呢我们这个手机是非常常见的 这个我们可能会在这个手机上面浪费很多的时间 这个手机上面可能会有很多的信息 但是这些信息可能根本就不重要 所以这里呢有一些挑战 我们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呢要非常地小心 将这些事物用来服务 Krishna 就是在使用的时候 就是在使用的时候 有的时候奉献者呢就买了一辆非常漂亮的汽车 非常昂贵的汽车 这个复健者就说呢因为我的灵性导师要来了 所以我要照顾我的这个汽车 这个灵性导师一年可能只来两天 那你就会这两天的时间买一辆汽车吗 这个汽车究竟是为了服务灵性导师呢 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赶快享乐呢 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 什么是用来服务 Krishna 的 什么是用来自己感慰享乐的 这很难说 就是什么事物是用来服务 Krishna 的 什么是用来自己感慰享乐了 So in Krishna consciousness we do also have a dress code you know come to we come to Krishna consciousness there's a dress code which we try to follow 这个在 Krishna 直觉当中呢 我们也有这个服务的礼仪 我们要去遵守 sula prahapapa when sula prahapapa came he taught the devotees you know to wear the dhoti and the sari sula prahapapa 教导奉献者们如何穿这个 sari sula prahapapa so if you look at the pictures of the devotees in the beginning when sula prahapapa in the nineteen sixties like for example if you see the pictures of the devotees then how they're dressed then and how we're dressed today is quite different 当我们看到这个早期的时候 比如说一九七零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奉献者的照片 我们看当时奉献者的这个穿着 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穿着 实际上是有很大区别的 sometimes also we get questioned about how our devotees dress 有的时候人们会 来问这个奉献者 奉献者怎么穿衣服的 now generally you see the ladies will wear a sari and the purpose of the sari and the purpose of the sari is to cover the body 通常来说呢 这个mataji妇女们 会穿这个sari sari的目的是把整个身体 覆盖起来 just like here in this country malaysia it's predominantly muslim country 比如说在这里 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国家 他们的主要的这个宗教是 穆斯林教 and they have their dress code you know you'll see the ladies how the muslim ladies dress 他们也有这个穿着的这个礼节 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 这些穆斯林妇女 他们是如何穿着的 you know they also believe in covering the body 他们也是要把整个身体 覆盖起来 and they cover the hair also 他们要把这个头部都覆盖起来 if you go to the mosque we had the ladies went to the mosque a few years ago kripa mai nega shu niye chu goa nega 啊 chujang shu chujang shu chujang shu yeah there's a very big building the national mosque in the center of kuala lumpur very big we are going there today afternoon 在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中心的地方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清真寺 so when you go they will tell you that you have to cover your hair you can they will not allow you in without putting some cloth over your hair 如果你不把这个头遮起来的话 他们是不会让你进去的 that's their culture and even christianity also if you see christian people the ladies they go to church they always wear some hat on their head 在基督教里面也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基督教的这些妇女的去站行的时候 他们也是把头覆盖起来的 so similarly in krishna consciousness it's customary you know that the ladies will also cover their hair 所以在这个 krishna知觉当中的这个传统也是的 这个妇女要把这个头遮盖起来 and the women will also tie their hair 这个妇女也要把她们的头发给扎起来 they won't just be hanging all over their shoulders 他们不会把这个头发就是只是闪落在肩膀上面 srila Prabhupada explained this culture he said the beauty of the woman is in the hair srila Prabhupada他就描述了这一文化 他说呢妇女的美在于她们的头发 so it's proper for the women to cover their beauty not to expose their beauty to everyone 所以妇女的美德就是她们要把她们的美给保护起来 而不是暴露在外面 things which are beautiful are valuable 妇女的美它是非常有价值的 有价值的事物呢我们总是把它们保护起来 隐藏起来 而不是暴露在外面 just like perils and precious stones which are there in the sea they're deep down in the sea 就比方说这个珍珠 它们就是生长在海洋底部的 and then gold you have to dig it out from the ground 就为了得到珍珠呢你得这个 金矿要去 如果你要得到金矿的话你也要像地下挖 and diamonds also their mind 这个钻石也是的 它们是在这个矿物 矿井里面 so these valuable things are always difficult to access to find them out 所以这个有价值的事物呢通常都是很难轻易获得的 so the same way the woman they want to cover their hair they want to hide their beauty from everyone 所以同样的呢这个妇女的美在于她们的头发 所以他们把这个头发呢遮盖起来 而不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看见 the beauty of the woman is meant for the husband to enjoy 这个妇女的美呢只是她丈夫去享用的 而不是大街上的每一个男人 所以这个沙律它设计的这个样式呢 妇女们就可以用这个沙律来遮盖她们的头部 以及她们的整个的身体 当这个穆斯林教的人们呢看到风险者们也是这样遮盖着头部的时候呢 他们会觉得非常的欣赏 他们会觉得风险者跟他们一样也有这样的礼节 有一次我在菲律宾在一个城镇里面 然后我们去做一个节目 。 所以一位同学生提到 他们认为一位女兒和一位的伙计人们在衣服 又在衣服着得到一样 但她穿了一样在衣服 Base 其中的衣服配置得更多 。 她穿着衣服的衣服 露出的身体比平常穿衣服的 只要露得更多 有的工艺真的拉高什么的 就是在菲律宾一个大学里面 就是有一个学生 他就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有的奉献者 就是有的马达吉他穿沙里的那个方式 就是露得太多了 甚至比他穿平常衣服的时候露得还多 So they had the impression that this sari was meant to reveal the body 所以结果就导致别人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就是这个穿沙里是为了更多的长治身体 但是这根本就不是穿沙里的目的 穿沙里的目的是要遮盖身体 当身体被覆盖的时候呢 这是癥结 所以妇女呢要保守这个真守的品德 而对于男人呢他们的重要的品质呢是真守 如果一个男人是很好的真守生的话 他也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居士 那如果一个妇女是真洁的话呢 他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母亲和好的妻子 这样可以解决世界上的很多的问题 这样可以解决世界上的很多的问题 所以 vaishnava礼节呢 是来帮助我们发展这些重要品质的 当然了我们习惯这些的话是需要花时间的 我们并不出生在这个文化氛围当中 but just simply by staying in krishna consciousness gradually we learn these things 只要我们就是在 krishna知觉当中 我们逐渐的就会学习到这些理解 some questions 有没有什么问题 anybody anybody have any difficulty with these things 大家对理解这些有困难吗 krishna kumani 我小儿子 Vanxi大师 他用左手 向布鲁宁建议 他以后真正从内心想要成为奉献者 再去考虑右手呢 还是平常我就要引导他呢 会不会让他产生反感 my son Vanxi she is he is using the left hand so my question is if he had some interest in krishna consciousness and let them learn to use the right hand or in a longer life I practice him to use the right hand she means now wait until he goes out well certain activities like eating it's better that he learns to use the right hand 有一些活动 就比如说进食的话最好是让他用右手 for writing it's not so important 那对于书写的话就是写字的话不是那么重要 you may write nowadays people don't write much it's more computer typing 现在这个年代呢人们就是很少写字 基本上就是敲电脑 我提示了他三年但是他离开我的四线 但是他离开我的四线 他还是习惯用左手都已经根深蒂固了 I remember him for three years but when he leaves me he still use the left hand it is very rooted very what? very deep rooted yes yes of course it's deep rooted he's only young boy he's not very old he's only young boy he's not very old he's only deep rooted he's only young boy 所以他只是这个写字 他只是写了几年而已 但我说写字不是最重要的事 最重要的事是饭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写字并不是很重要 更重要的事情是他吃东西 我期待他成为奉献者 但是他这个习惯很难改过 现在是要顺其自然吗 还是等他以后自我觉醒 你要训练他 用右手来吃东西 他跟我待一天在学校待六天 因为这个习惯在学校里也不会教他吗 我认为学校在这一点上面应该更好地去指导他 中国人他们都习惯用右手 中国人他们都习惯用右手 他们也不改你的左手 他们认为这无所谓 中国人都习惯用右手 而且还说很聪明 而且还说很聪明 他们说是一个右手的孩子 他很聪明 我期望他成为奉献者 成为文明的人 but I is guided him to be So later on when he stops studying at school then you have to train him to use the right hand 就是在他学业完成之后呢 你要训练他使用右手 The most intelligent people will be ambidextrous They can use both hands 实际上这个很有 很智慧很发达的人 这里很发达的人 他们可以同时用两只手 经常鼓励他 两个手都用 两个手都是用 两个手是筋肉的人 练习用右手 然后你这样 他人也说是建议他 然后这样左右两个都很灵活 给他一个建议 让他尝试用右手 Just a suggestion OK So you have to guide him You have to If he can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所以说如果你知道了这一点很重要的话 你就要去指导他 就是我姐姐原来她是拙撇子 我母亲成功的让他所有的事改成就走了 就是他从小改了不小 可是他后来就特别笨 功能没姐姐留 他就跟我说 当我有事的时候 我脑子就一片空白 不是想出来 就说 后来我发现 要是拙撇子 偏撑的吧 就得给他留一点功能 就后来写字 或者是吃 等着给他留 要不然他会 偏信 但当 she grows up 她变得很愚蠢,她的脖子不能动。 所以她建议她用两手的手指, 保持有些手指的手指。 这些手指的手指, 使用两手指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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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两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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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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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如果是在负献者联姻当中的话,通常你用右手更好。 如果你去印度啊,去到圣地啊,去到那些庙里里面的话,最好是用右手。 最好不要左手。 如果是书写的话,就写文字的话,就没大关系。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女士的话,每天掉落头发是如何处理好? 是放在垃圾桶里面还是包起来放在树里面? 通常我们是放在垃圾桶里面。 那你想怎么样呢? 当主查弹亚,他成为沙尼亚时的时候,他们把他的头发放在了萨玛迪里面。 这个沙玛迪现在还在,你可以去拜访。 就是在那个沙玛迪里面埋着他被剃掉的头发。 所以,这就是沙玛迪里面。 我们的头发不是像沙玛迪里面。 我们的头发只是这个身体的废弃物。 我们的头发只是这个身体的废弃物。 这个头发和指甲都是身体的废弃物。 嗯。 你想把他们怎么样呢? 因为我听我朋友说这个头发,女人的头发也是能量比较高的嘛。 说把他收起来放在一个地方或者是这样。 说把他收起来放在一个地方或者是这样。 因为我听我听我朋友说这个头发,女人的头发也是能量比较高的嘛。 因为她听到的, the feel of the women has some energy, so they need to collect them and put it somewhere. 嗯。 嗯。 或者用 MIT加上这个架砍。 它就没问题。 对。 回路面的。 对。 OK。 谢谢。 Yes, Manager G? 就是放在这个头顶这个地方 对吗 プログラー 与你讲到有罪恶有分为四个部分集中给的 The sense of the load injury was distributed to four families, but the devotees are transcendental to the category of women. Such as the conch, the conch can blow the conch at home. So, in the special period of the wom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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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f we still want to offer the RT to the Lord, the emotion is important, or the karmic reaction, I mean the special period is important, which one is more important? Well, when the woman is in a period of contamination, she shouldn't be offering RT. Now, if you go to Russia, in Russia they don't let the women blow the conch shell. Yes, the same. At home or in the temple. Your home is also temple. Your home is also temple. Now, you still have in China, your temple is in your heart, right? Yes. That means, I'll continue to ask this question. If you're in your heart, you're in your heart, right? Yes. That means, I'll continue to ask this question. If you're in your heart, you're in your heart, right? Yes. When the women in the special period, they just offer some worship in their heart, not offer that? That's not, that's not the process. Just like cooking, you're going to cook in your mind also, huh? Just like cooking, you're going to cook in your heart, right? Do you want to add something? Do you want to add something? Yes. I was taking the deity worship course by Jananivas Prabhu and Pangkajangui Prabhu, and I will translate by myself. And then we, the students are also asking similar questions. And then Jananivas Prabhu especially answered that we have Panterataka vidi and also we have Goswami vidi. According to the Panterataka vidi, like especially women when they're in the period of contamination, they're not supposed to do anything related to deity worship. But according to Goswami vidi, if there is nobody else to perform the worship, then the women are allowed. And if we take bath, within two hours of taking bath, we are considered pure. That's the answer. Another option we get. Okay. What do you mean Goswami vidi? According to the six Goswami's instructions. So Goswami is giving instructions for women also, right? The Goswami vidi is for women. They're speaking about women. Yes. We can talk with him. I can send him messages. I can send messages to Jananivas Prabhu. Then if you like, you can talk with him. No, it's okay. This is the other option. There's a choice. We want to talk with the other option. In the example of the Panterataka, we have the Panterataka ... There are also some always before the Panterataka. Drenguji of Godwami have the規定. He also has to be given a strong prayer. As the Panterataka is a strong man in the past. The women in this past, cannot be involved with the kazakh. However, according to Goswami's guidance, he may not be involved with the Godwami. But according to the Panterataka, in the past, he has to send ananivas Prabhu into the névas Prabhu, especially in the past, two seconds if he has been used to the prayer. He just said that when he's got a great effort, he has to be treated with a prayer, 但如果没有人做,但服务必须不得不备做,那你可以沐浴两个小时之内做,还可以试。 Pantaractriki vidi, we are not following that. Pantaractriki vidi, we are following DT worship, mainly we are following all kinds of regulations in the course. But now you are talking about Goswami vidi. Some services have to be done, but then if we cannot find anyone else to do it, then if there is only one woman is left and she has a period and she can take bath and perform the worship, Must be done within two hours. The bath. Taking bath after that, within two hours she can do. If over two hours she has to take another bath. The puja. The puja. Fining. 如果要是做神像崇拜的时候找不到任何替代的人, 但这个服务不能停,没有人做服务的话是不行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有惊喜的话就是先沐浴, 沐浴之后两个小时之内被认为是洁净的就可以做服务。 We always had the standards like that in the temple in the beginning, in the early years of our movement. It was like that. 在我们运动的早期的时候呢, 我们在庙宇里面也是这样规定的。 If there's nobody else there, then the woman even though she's contaminated, she'll do the puja. 如果没有其他人在场的话, 即使这个妇女她是在经期污染的时期的时候, 她也可以做这个服务。 I joined in London 1971, and we had the only,we were the only temple with big Radha and Krishna deities. 我是1971年在伦敦加入Krishna直觉运动的。 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庙宇里面只有一个, 只有一对大的Radha Krishna神像。 在英国唯一的一个庙,就是在伦敦。 So there was only one lady there doing the puja. 只有一个马拉吉在那里做崇拜。 It was a young woman from France. 她是一位来自法国的年轻的女士。 and she was the only second initiated devotee. 她是唯一一个接受了二次启迪的奉献者。 so she was doing everything. 所以她做所有的这些崇拜。 but there was nobody else to do it. 因为没有其他的人来做这些事情。 but when you have a temple with many devotees, then other people,men are there, the men should do it. 但是如果一个庙里面有很多奉献者的话, 那就应该由帕布来做。 a married woman,when she has a monthly contamination period, then the man should cook. 就是如果对于已婚的妇女来说, 如果她是在经期的话,在生理期的话, 那么应该由她的丈夫来做饭。 the woman will rest,the man will take care of the kitchen. 那这个妈她姐应该休息。 她的丈夫呢? 这个男人应该进厨房做饭。 不能说真的到现在还是这样。 很多的家庭是他们做这样。 mata ji休息,男人做饭。 就是我听到一个说法。 就是说我们休息了巴克特瑜伽以后, 我们的头和足不能让非奉献者碰到。 那我想确认一下这个说法。 那么我们如果说剪头的话,怎么办? i heard that as devotees, our head and our feet cannot be touched by the non devotees. so my question is that when we cut our hair, how to do? 你可以自己剪头? 自己剪头吧。 或者是请一个奉献者。 或者是请一个奉献者。 那我喝了一个。 对不起。 OK。 3个问题? 也有。 最后一个问题。 No more questions? OK。 Hare Krishna. 您是否喜欢这个《问答》节目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 你希望有更多这样的问答节目吗? 是 好的 所以现在我们要 我们下午有一个好节目的节目 我们要保持我们的时间非常好 我们今天下午有非常精彩的节目 所以现在我们要吃饭 然后 吃饭后 我们可以带伴侣去酒店 短时间 我们现在等会去荣耀午餐 在午餐之后 我们会把奉献者送到宾馆休息一小会 但是你可能能在三点钟的时候坐在三点钟 即使我们要回到三点钟的时候 我们想在三点钟的时候 因为我们想在三点钟的时候 在三点钟的时候 接下来 也会在三点钟的时候 在三点钟的时候 也要在三点钟的时候 在三点钟的时候 三点在大厅的集合 然后三点十五分要出发 所以首先我们会参加一个新的区域 这里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地方叫做普塔加亚 中间的空间在吉隆坡和机场的中间 大概30分钟左右 这是新的 马来西亚的政府 這個地方就是未來馬來西亞的政府會遷移到那一塊地方 所以那裡有很多政府的大樓 那裡的建築是非常美麗的 然後他們有一個美麗的湖 在湖上有一個美麗的清真寺 在那裡有一個湖旁邊有一個非常宏偉的清真寺 所以我們要進入這個清真寺裡面 所以你們去到那裡之後會有更多的機會來了解穆斯林的文化 因為今天是周五 周五是穆斯林教去他們清真寺祈禱的一天 所以從11點到3點到3點 就是每週五的11點到3點是他們做禮拜的時間 然後3點之後我們可以去參觀 所以從那裡我們會去到吉隆坡 在那之後我們會去到吉隆坡的市區 在那裡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建築 叫做雙子塔 在那個市區呢 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建築 叫做雙子塔 在那裡有一個美麗的公園 在那個建築的下面呢 還有這個非常美麗的公園 還有噴泉 所以因為這也是一個洞窄的地方 我們希望所有群組合起來 因為那是一個公開的場合 我們需要很擁擠 就是希望我們大家都在一起 我們會在那裡 大概四十分鐘到一個小時左右 我們會在那裡待大概四十分鐘到一個小時左右 然後呢我們乘坐巴士回到廟宇榮耀晚餐 哈利喲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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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任何疑問嗎 大家有沒有什麼疑問 就是那個雜不去清真寺要幫忙 我們要不要經營我們 我們要蓋我們手 當我們去到墨塢 當我們去到俞木裏 我們要蓋我們手 早期去到墨塢 你可以提供特别的衣服,然后你可以穿他们提供的衣服进去。 当然,他们是非常严格的,在去墓地。 他们没有让人们穿短裤子, 没有让人们展示肩帽子。 他们对这一点是非常严格的, 他们就是不会允许那些穿着短裤啊, 或者穿着无袖衫的这个, 这些衣服让人们不让进的。 穆斯林女士一定是如果在走,他们会被她的头衣。 穆斯林女士进去的时候都必须盖着她的头衣。 我不知道哪个方法是裁弹的头衣。 但也是很严格的,让你们展示教练的社会, 他们尊重尊家的墓地。 你甚至你没有一个衬, 你能含着一小裤子或一小涕子。 我不知道他们对于外国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规定 但是最好我们去的时候呢 我们遵守他们的礼节 如果是穿沙裂的话 我们就用沙裂盖住头部 如果不是穿沙裂的话 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布啊 或者是盖一下 围巾 包一下头 完全无袖的衣服是不可以的 这个短袖还是可以 小女孩 小女孩不要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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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请大家 继续持续时间 坐在沙裂 正在沙裂 然后我们去银沙 所以大家先去荣耀午餐 我们回到宾馆 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大家可以来换衣服 来沐浴 然后三点钟的时候 我们就要到沙裂 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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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